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首先仍然是与中国疫情政策有关的最新消息 四川省成都市新冠疫情越来越严峻 成都当地周四发布通告 要求成都全体居民从9月1日傍晚60起 原则上居家非必要不离容 通告称 成都与周边地区往来比较频繁 因此外地输入传播链条比较多 8月12日以来 已有超过20条传入链条 累计报告病例超过900例 鉴于防空形势异常复杂严峻 全体成都居民从9月1日傍晚60起 原则居家 非本小区居民不得进入 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成都 成都拥有2120万居民 是自从上海封城以来的 中国被封的最大的城市 为了避免上海封城时所出现的混乱局面 成都政府此次允许每户家庭 每天可以安排一人外出采购物资 这是与上海封城相比稍微宽松的一条 同时成都开启了为期4天的全员核酸检测 航班信息显示 截至9月1日中午 成都双流机场取消了62%的航班 成都天府机场则取消了79%的航班 成都的突然封锁再次引发了居民对生活用品 以及食物的恐慌性购买 网友上传了各地抢菜的场景 又市民头发做了一半就出现在了菜场 而其实在8月30日 成都已经出现了第一轮恐慌性购买 因为当时一位叫做热带雨林的网友爆料 四川省正在要求成都市封城 消息一出大家纷纷出门抢购 政府立刻辟谣并且将这位网友 以造谣和寻衅滋事罪拘留15日 9月1日成都宣布封城 市民纷纷感谢热带雨林的爆料 令他们可以有所准备 而其他网友则说 不信摇不传摇的人最后连泡面都抢不上 受成都封城影响 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暂时关闭了成都工厂 成都的每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自8月29日起便升至超过100例 成都市卫监委9月1日通报 8月31日成都新增确诊病例106例 无症状感染者51例 成都共有高风险区域198个 中风险区域183个 政府目前宣布封锁三天至9月4日 但是广大市民纷纷表示不幸 已经做好了至少要封10天的准备 同时在中国另一个特大城市深圳 封锁范围继续扩大 深圳超过一半人口 也就是1500万人所在的区域 已经被静态管理 公共场所全部关闭 深圳周四报告新增病例62例 一半市民需要每24小时 做一次核酸测试才能够出门 当地政府对离开深圳也加强了管理 旅客需要出示过去48小时之内的 两次核酸阴性证明 才能够坐火车或者飞机离开深圳 深圳多个大型展会被临时取消 参展商纷纷在周三逃离深圳 但是仍然损失惨重 很多参展商表示在展位上投入了数十万元都打了水漂 还有一些公司的数吨货物都被封锁在深圳会展中心 与此同时 辽宁省大连市也在与新一波疫情作斗争 大连市周四报告了4例新增病例和101例无症状病例 9月1日也是开学的日子 在上海学校在关闭数月后终于在周四重新开学 令广大家长松了一口气 周四的最新数据显示 由于需求疲软 8月份中国工厂活动三个月来首次收缩 经济学家表示 疲软的数据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中国经济在8月份面临着疫情反扑 高温干旱 电力短缺等多重阻力 而相比之下 新冠病例日增已经超过1万例的香港 则基本没有加强防疫限制 9月1日学生全部按计划开学 香港周四报告了超过10500例新增病例 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 香港最新的目标是在今年11月结束酒店隔离 因为届时将会有重要的国际金融峰会在香港举行 知情人士说 尽管政府中有一些人反对 但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倾向于在11月峰会举办之前 取消入境的酒店隔离 以向世界表明香港已经恢复正常 但是随着近期香港的病例数激增 香港卫生部长卢宠茂 则希望加强防疫限制 他希望能够抑制病情 早日与大陆边境重新开放 一位知情人士说 香港政府中大部分的声音 仍然倾向于优先结束国际旅客入境的隔离 而不是恢复与大陆的通行 香港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政府将会继续根据疫情发展和科学数据分析 酌情调整防疫措施 香港最近病例数激增 一位政府高级顾问预计 本月晚些时候可能会达到每天2万例的峰值 但是死亡人数仍然较低 周三有9人死亡 因此李家超没有收紧防疫规则 分析人士预计 10月份的二十大之后 香港应该会有更多的政治空间来采取行动 国际因素正在增加香港结束隔离的压力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虽然香港已经邀请华尔街主要银行 参加由香港金管局组织的11月国际峰会 但是许多华尔街高管不愿意接受入境隔离 也不愿意获得隔离的豁免 因为去年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入境香港获得了隔离豁免后 遭到了舆论的批评 因此这些高管不愿意再成为特殊照顾的对象 除此之外 11月香港还将举行国际法律方面的会议 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 理想情况下 如果能够在11月做到取消隔离 将对香港组织大型活动非常有利 习近平在7月访问香港时曾经呼吁 香港保持住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而与大陆边境方面 香港周四获得了特殊待遇 李家超在与广东省官员会面之后 周四获得了中国大陆对香港反向隔离计划的支持 所谓的反向隔离就是指从香港去大陆的人 不需要在大陆隔离 而是提前在香港进行隔离 在香港隔离完成后 他们将被视为满足了内地的隔离7加3要求 李家超称 主要目的是减轻内地酒店的负担 利用香港的设施 让旅客有更多隔离设施的选择 李家超称 广东和深圳已经表示支持香港的想法 并且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制定细节 包括离开隔离区的旅客 如何在不受污染的情况下进入内地 香港政府的一位官员表示 北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 香港需要重新开放 他说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 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目标是在年底前扩大开放 与此同时 香港政府的专家顾问刘宇龙估计 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明年中 宣布新冠疫情的结束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刘宇龙周四接受访问时说 根据历史经验 疫情大流行的结束 快则三年 慢则五年 他估计世卫有可能明年中会宣布疫情结束 他说 随着病毒的演变 人类重复感染和接种疫苗 患重症的人会越来越少 当九成以上的人感染后 都没有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症状时 就不需要再打针了 另外 是一条反复消息 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周四发布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 原组长刘彦平被双开 刘彦平曾经担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于今年三月宣告落马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指出 刘彦平理想信念崩塌 党性原则丧失 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 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 大搞政治利益交换操弄全数 这也是官方首次披露 刘彦平是孙力军政治团伙中的一员 而在同一天公布的 还有中国人寿保险的原董事长王斌 以及辽宁省原副省长郝春荣 以及三名中管干部都被双开 至此最近三天内 已经有六名落马的中管干部被开除当机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